賈戈特穿上制服 戴好帽子 為外送公司達巴 瓦拉斯工作的二十三年來 這一直都是他準備出門上工的標準打扮 再三檢查服裝儀容 賈戈特出門前還有個儀式 就是向神明祈求工作順利 騎上腳踏車 賈戈特開始今天的行程 愛家愛戶拿取客戶交付的手作便當 這名母親剛做好愛心午餐 交給賈戈特準備送到女兒上班的地點 達巴瓦拉斯提供印度夢買取餐外送的服務 已經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 外送員騎著掛滿各式便當袋的單車 走過夢買的大街小巷 成為當地的獨特景致 老字號外送服務 採用的是現代外送的訂閱制 收取一個月十三歐元 約合臺幣四百六十五元的月費 會員超過十萬人 而外送員到家戶拿到便當之後 會先依照指定的地址發送路線 讓遞送的工作更加的有效率 不少外送員並不識字 卻不影響他們定位送餐地點 因為達巴瓦拉斯自創了一套識別系統 每一個達巴瓦拉斯外送員的任務目標只有一個 那就是在中午一點之前送完所有的餐點 有些餐食從取見到送見地 相距遠達七十公里 這名上班族在十二點五十分收到母親的愛心便當 打開一看有印度餅 沙拉 還有切好的芒果 2013年上映的電影《美味情書》 將達巴瓦拉斯外送文化寫進的劇本 描述一名妻子已經過世 平常刑事孤僻的公務員勿收了餐盒 她和做飯盒的女主人互傳紙條 展開一段溫馨的友誼歷程 不過外送員對於電影安排送錯地點的劇情 不太滿意 因為公司的外送很少出錯 隨著手機訂餐平台越來越興盛 這些老時代的外送員也開始擔心工作不保 因為要送的餐盒越來越少 達巴瓦拉斯外送員一個月的薪水 從臺幣兩千九到四千四百多元不等 目前外送員的人數超過五千人 儘管生活方式逐步的改變 但是仰賴達巴瓦拉斯的客戶 還是大有人在 外送手作便當的角落街景 暫時還是會出現在夢買 公司新聞章書分編譯 而且衞營 Stick-T恤 總裁 互均